好下面呢我们来可以大家看一下 关于预处理器中的最后一种处理方法 叫做条件预处理 条件预处理呢 它在我们的工程开发中呢 应该是使用非常频繁的 首先呢我们在进行条件预处理之前呢 我们先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呢 再写一个点C 再写一个点C我们看一下 003点C 那么在工程中呢 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一个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的代码开发呢 可能一种是专门给程序员调试用的 一种呢是专门给工程的最终的一个release版 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大概举例 一个就是我们的调试版 调试版 调试版本 以及我们的什么呢 release版本 也就是发行版本 那么这两个版本呢 我们一般来说 程序员不可能是完全去维护同两段代码 也就是说我们调试有一个点C 然后发行中又有个点C 这样呢 对于程序员来说非常的麻烦 所以说呢 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开发的时候呢 通过某些方法能不能只进行调试 然后我们发行的时候呢 再通过某些开关的方法呢 把我们调试的信息啊 给它关闭掉 这样的话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维护一套代码 然后呢 进行一个处理呢 好 我们来看我们现在一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们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在调试的时候呢 我们是希望有这样的信息 也就是说 看到它程序进来了 一个反形和N进来的一个信息 或者说甚至来说 我们能想看到 我们上几课已经说到的 S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比如说看到的是哪一个函数 或者哪一个文件啊 比如file 我们举个例子啊 然后 当然我们最后发行版本的时候呢 我们肯定是不希望用户能看到 哦 原来我们在哪个文件 执行了这样的函数啊 那这样的话 就显得 如果别人用户 别人的客户啊 拿到了这根打印信息过后啊 也很容易知道你的代码结构 这样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呢 可能在最后的希望是 是这样的 就是说 然后最终用户看到了Hello World 看到了Hello World 好 我们来看啊 那么刚才这个这段程序呢 可以这样理解 其实就是说 GCC-O Build 我们在我们若是个程序员开发人员啊 那么看到003.4.4的时候 那么我们看的现象就是把我们的什么 把我们的这个调试信息 跟我们的最终要给客户输出的信息 都能看到啊 都能看到 这是我们的调试阶段 希望看到结果 但是我发行了 我这个时候是希望把这段代码进行什么 隐藏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那这时候有同学说 那我就这样做呗 非常简单 003.c的时候 我把这个改了 003改了 然后把这个地方怎么办 注射掉 这不就可以了吗 OK 没有问题啊 但是这个时候 但是这个时候大家来看 如果这个时候我的003又出问题了 我还要进行debug 还要进行开发 啊 二次开发 那这个时候我们来思考怎么办呢 那有同学说 那我再把这个调试怎么的 开关再怎么的 再打开行不行的 哦 当然没有问题啊 但是这个只是我们的一个一行啊 一行注释 那如果我们代码已经上万了啊 或者代码我们是个工程性的代码 那这个时候我们逐行逐行进行一个毁 那个进行一个屏蔽 以及逐行逐行进行再打开 那这样的工作量是非常不符合实际工程开发的啊 所以我们现在一个需求是什么 就这两行代码 在这行代码在某一个条件上 我们进行什么执行 也就是让它处理 而这行代码不管什么条件 是不是都让它执行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借助什么呢 借助我们编译器之前的预处理器 如果说我能够把 把能够什么 能够通过某种方法 让它真正编译的时候 不看到这句话 那实际上是不是就把它隐藏起来了 因为编译之前啊 就已经帮我们做好这个事情 如果编译过后 然后呢 那么如果说我们把某一个条件又打开过后呢 它又可以怎么的 去执行这段代码就可以 那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决我们刚才说的问题呢 好我们来看 这样一个例子啊 首先我们看 if define 那么这个东西实际上首先来说 在我们真正的save文件中是不存在的 因为在预处理过后啊 编译器是看不到的 那么if define后面跟什么呢 跟的就是我们所说的条件 条件代码 当然这个条件呢 你一般来说就是红名 是否定义啊 是否定义 因为它名字叫 是否定义 看到没有 比如说我们这儿呢 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abc大写 他就问你 有没有定义abc 那很显然 大家来看啊 从我们的上面到这一行之前 有没有看到任何一句话写什么 写define abc 然后比如说一 比如说二 这无所谓啊 或者说就这样写 行不行呢 有没有呢 如果说我们这行没有的话 没有的话 那就说明这个define真的还是假的呢 那很显然是一个什么 假 那么既然是假 那么也就是if的逻辑是假 那这行执行吗 就不执行 好 那么这行执不执行呢 那就要看我们if的一个什么 范围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引入一个概念 叫n的 n的if 那也就是说 我们if define abc和n的if之间 这段代码就相当把这段代码 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 预的控制 预的控制 然后如果说我们这个条件为真 这个条件为真了 那么这个开关就会打开 如果这个条件为假 那这个开关就怎么的 就打开不了 所谓打开不了 是在预处理的时候 就把它给屏蔽掉 那这样我们编辑器 根本就不会看到这个东西 好 我们来看这样一个效果 好 这个时候呢 很显然 这个时候build 其实有hello world 对不对 那我这个 那我接到里面通知 那我现在想调试了 怎么办 我是不是只要定义 定义一下这个abc 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 没有问题 那么也说 第一种最简单的方法 就这样 那我就在这个地方 再加上一项 define abc 我们把这个开关 怎么 给它打开 那这样的话 这行是不是就全部出来呢 那依此类推 如果我们的所有代码 都以这个方式 去进行一个条件处理的话 那么我们是不是只需要 总控这一个开关 就可以把我们的 debug版本和release版本 进行一个切换呢 对不对 这就是条件便移 所谓条件便移 是根据你的条件开关 来决定哪些边 哪些不边 那这个呢 在我们的debug和release之间的切换 是非常有好处的 当然这种方法 我们也不建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毕竟还在做什么 还是修改了我们的这个原文件 这原文件可能原来是这样写的 如果我们这个时候为了开关 自己又改又增加 define 这个呢 就是显得我们这个开关 好像是每一次都去修改 这个原文件不是很好 因为有可能我们这个原文件 给了别人过后 可能就不变了 可能就不变了 那这会怎么办呢 好我们再看啊 还是一样 你看这个方 这个编辑机编译的时候 这个build肯定是没有打开的 就是holloware的 没有打开 因为我之前把它删掉了 那现在我能不能在编译 同样的原文件 我在编译的过程中 把这个开关怎么的打开呢 好 那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在这个地方 再给大家引入一个GCC的 一个选项 叫什么呢 叫杠大地 这个大地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的CPP之前 CPP之前 人为的把这个点C增加到什么 增加一个define的一个东西 怎么理解它 我们来举个例子 就说我们GCC 如果是杠大地 比如说写ABC 当然我们大写小写有关系的 比如这样写ABC1吧 好吧 那相当于等价什么呢 等价于在我们的C文件之前 实现了一个这样的文件 define ABC1 然后后面没有 但是它已经说明是真的 已经定义了 所以杠大地的选项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条件编译 或者是称之为 预处理之前增加的人为的 通过编译器增加的一个什么 一个红名 那么这个红名 我们就可以把它称之为一种开关量 你有这个东西 那就相当有这个开关 没有这个东西 只要这个开关就自然而然关掉 好 我们来看 那你看 还是这行代码 那么如果说 我们在这个 还是一样 大家一般养成习惯 选项都加在这个前面 大写字母大地 然后这个地方 对于我们来说应该写什么呢 应该写的就是 大写的 ABC 记住 这个大地的后面 直接跟红名 他叫什么名字 你就写什么名字 不需要再做任何的 一些什么单引号 专引号的修饰 直接这么跟就可以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回车看一下 好 我们再执行 Build 好 大家看 是不是我们的 Debug信息就出来了 看到吗 所以通过这样一个例子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 所谓的条件编译 在我们的 或者是 条件预处理 我们主要在我们的版本切换中 起到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 那么以及我们刚大地 这个选项 他所需要大家去理解的一个方法 非常的简单 那么这是条件预处理 那么也希望大家在后期的开发中 根据你不同的一种需求 或者说一种不同版本的切换中 你可以增加这样一个什么 这样一种版本选项的开关 来为大家这个C源进行个服务